秀林乡公所秀林乡代会达成纾困乡民2000元的消息传出之后 为了兼顾乡民的需求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乡公所排定9月26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 前往秀林乡内各村发放振兴的消费金 也请村民能够配合 秀林乡公所提案办理因应疫情影响 发放振兴消费礼金处理要点 正在109年6月30号以前涉及秀林乡的乡民们 发放每人2000元现金作为振兴消费礼金 而在9月2号送到代表会临时大会提案 获得11名代表全体同意通过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武汉飞行疫情从年初持续到现在 乡民以及劳工农民居多 工作佳季接受到影响 加上员工所规划活动也因为疫情停办 省下来的经费就改为振兴消费礼金 直接发行给乡民 因为受到我们特殊传统疫情严重的影响 那我们疫情一直到现在 其实都还没有完全消除 那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部落的一个关怀员 我们都有做下去调查 还有我们村长也有提出乡民的一些状况 还有我自己本身也到部落看到了乡民的一些的生活情形 那乡民也有跟我做一些陈情 那我们也积极的也在协助他们 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个时机 我们为了要提升他们的补贴他们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 那也看到了他们这次因为疫情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家计都遭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也想应 因为这样的一个冲击 我们也想应政府的一个纾困的一些政策 还有就是我们乡民代表会的共识之下 我们订定了这个要点主要就是要提振经济与生活的品质 雄云乡公所雄云乡民代表会达成书棍乡民2000元的消息传授之后 为了兼顾乡民的需求 雄云乡公所表示 排定在9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 前往各村发放振兴消费金 如果发放当日无法领取的乡民 可以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到公所领取 领取的期限到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 如果预期未领者将司团放弃权力不再发给 也请雄云乡亲特别注意 雄云乡公所雄云乡民代表会达成书困乡民2000元的消息传授之后 肯定雄云乡荡玫瑰带领公所团队 以及雄云乡民代表会主席负责徐 全体代表人们为乡亲争取福祉 记得终于去下午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